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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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大家现在听到的八道棍小段什么张广泰啊 什么这个马寿啊 这个宋金刚跳宝的案子啊 这些个康熙私访啊 都是永庆生平的 永庆生平作为评书来说 有人说 但是说的人很少 为什么 这部书啊 谁跟谁都不挨着 就有点像那个电视系列剧一样 这回说他的事 下回说他的事 谁跟谁挨不上 张广泰大家都听过 都抱张广泰回家 其实张广泰出事学艺 到回家之间要是很漫长的过程 就是说爬张广泰一个人的主线 他回不了家 到半截会遇见马寿 那是另外一部书叫马寿出事 和这书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单口相声就是从评书当中 掐这么一段一段一段 加上笑料 加上悬念 为相声的观众来表演 过去就叫八大棍 后来叫长篇单口相声 有很多 包括什么刘汉晨死的 有人抱枪毙刘汉晨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枪毙刘汉晨 过去所谓枪毙就是公安局贴布告 执行枪诀归为枪毙 想银行拿枪把银行职员毙了 那不叫枪毙 所以说枪毙刘汉晨没有这事 叫刘汉晨之死 或者叫明灵刘汉晨 很多老演员都说过 我师父金文生先生也说过 天际有一位说聊斋的老先生姓刘 叫刘绿福 也说过 他就名忧其冤 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关汉晨 就怕刘汉晨的家属找后章 有这种情况 刘建不先 这类的节目都是从评书当中 或者从评书艺人的口中传流下来的 你说刘汉晨这事也不是评书 白宗为坠楼 这都不是评书 它是真事 但是你真按着当时的情况这么说 没人爱听 就需要加入一些个笑料 一些个假设的悬念 来完善这个故事 大家才会欢迎 这个据传说是张寿辰先生改变的 改变成为了评书也好 是单口相识也好 改变的 其中 现在有一位老先生说这个刘汉晨说的最好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所以说这名字大家都熟悉 此人姓杨叫杨绍华 刘汉晨说的好 和谁都不一样 你替杨绍华大家都知道 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先生 他是很有能耐的演员 至少据我来看 是很有能耐的演员 有人说他老来红 到晚了晚年了中央台露几面 大家都知道 也没什么新鲜的 没什么本事 其实也错了 说向上的最讲究的是感觉 杨先生感觉很好 他也不是一上来啊 就给人彭根站在那边 我呀开个花 不光是吧 他最早已是豆根出身 天津南开馅儿队 豆根斗了十二年 他的彭根演员叫马志村 是很好的一名彭根演员 后来了 就由于种种原因 改说单考 后来又改了位了 马志明先生彭根 那是马先生没有搭档 人时从天进一个工厂里边 调来的业余演员杨少华 所以说老先生都有独到之处 咱们听相声 学相声 包括听评书 听的是什么 听的就是这些个 这个节目以外的东西 老先生的本事体现 也在这个节目之外 评书全称叫说评书 书啊都有原著 你看我说这五鼠闹东京有原著 原著就是石玉坤的七侠五义 又叫龙图公案 又叫龙图尔路 甭管叫什么 都是这本书 有原著 说三国有原著 你甭管说什么 既然叫说评书 说的是这本书 他有原著 你所谓的一些个理论 一些思想 都要和原著靠边 你得尊重人家作者 本来的意图 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 我就想起一个事 我在网上 微博上我也说过 你说高考考语文 选人家的文章 人作者都没有那份意思 这出题的命题老师 非得编出这意思 让孩子答 那是答不出来 很多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 您说是不是 原作者都没有这份心情 是由出题的老师 编出这么一个心情 作为标准答案 让学生们答 还有N个彩分点 只要答的不对 分就没有了 你说这多冤 真让原作者 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 让我答的这题目 我也答不出来 你就能说明什么问题 很多外教在中国教英语 让他们做中国这个英语卷子 挤不了河 为什么 这是素质教育的一大缺陷漏洞 还是在英识教育 没有素质教育 学英语关键是绘画 你得跟外国人说人能听的明白就行 跟人说了半天 把自己都绕的进去了 人也没听明白 这十几年就白学了 上哪个学校 只要是一开英语课 必须得买磁带 现在不知道是光盘呢 还是仍然是磁带 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一定点用都没有 我敢说98%的人 回家根本就不听 过去有人拿这个磁带 录录流行歌曲啊 这是我们80后干的这些事 我都录了像 要我这都录像上 我们班啊 所有发的磁带一律都给我 他们省得往家拿呀 好几十块二块陈的 都给我 现在我们家七百多磁带 以多半就是英语 那带的质量还不错 不要听 咱们把这翻成像 绝对没有听的各位 我想在座的虽然说不多 二十来位 能有三位听这磁带的 就算我在这说假话 绝对没有听 劳民伤财 一点用没有 学校发的参考书 你看不过来 一颗就六本参考书 八本练习册 谁做都过来 老师有提成 你上商店买这十五千四本 卖他这二期便一本 不买不行 学校的任务 有家长怨声载道 就是要钱明日要钱 这都不是 你不要钱眼神 他不好好对待你 对 所以说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 当然跟评书没太大关系 说评书嘛 就是说把书当中的一些个情节 交代清楚之外 要对一些个情节 进行说书人的点评 这就叫说评书 为什么占一个评子呢 对吧 很多说书老艺人 值钱就值钱在这评子上 说书不评不行 跟没说一样 很多老演员评书评得好 陈世和先生聊斋 说得好 关键在于评 人情世故 入情入理 思思入寇 让人观众听着 得暗暗的点头 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说书艺人不敢说 比各位学问高 在座的各位 基本上我都不认识 但是通过各位的这个 言谈话语 举止端方来看 都是有层次 有文化的人 至少都得在大学本科 以上的学历 作为说书艺人 不是给您说教 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琐事 包括一些个 为人处事的一些个方法 和您进行交流 最多也就到这个程度 我们要真 我们要真能给您上课 做调的打架 没有那么能力 就是跟您聊天 说闲话 言归正传说 咱们这部书 名字叫五鼠闹东京 七侠五义当中的一个片段 每个演员往这一坐 都得先说这么一句话 上回说书是三周之前 下午又来的朋友 每个演员都得说 一会郭文明将来 也得说这么句话 为什么 说我们这话 这叫托福托福 因为什么呀 跟您客气客气 您就不挑演了 有三周之前来的朋友 有没来的朋友 来的朋友当中有记性好的 有记性不好的 就是当时的情节 您是否能记住 因为它是长篇的书 它不像李云杰 他说一下午这一段就结束 下次再来是另外一段 无所谓 它前后有所关联的话 您要是连不上 下回您就更不来了 所以必须三言两语 要把上一次的情节 跟大家有一个简略的交代 这样呢 我就得跟上次来了 并且记忆力很好的朋友们 托福托福 您稍微的忍耐忍耐 另外也复习复习 这部七侠五义啊 现在并没到热闹的地方 因为这部书 说的是小书不大呀 是每天说的情况下 如果每天说 一天说两个小时 这个无数闹中经 大概能说到 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 现在三周说两个小时的话呢 就大概能说到明年的国庆节前后 我算过这笔账 如果大家能坚持到国庆节 不是坚持国庆节啊 是大家坚持到国庆节能来 说完这个书 大众马的援助 虽然说我对虚母也不感兴趣 但是我们学校也学过动物医学课 没有太大关系 外国书有外国书的特点 我师父被抓的时候啊 在上海就得说外国书 给大学生书 基督山文头记 茶花女 三个伙生的时候 斯巴达克斯说着 同学们爱听 大家得坚持把这个听完 现在并没到热闹的时候 如果天天干的话 这说到现在 也等于刚说两天多一点 但是现在来看呢 已经说了一个多月了 没办法 上回书咱们说到 南峡展昭 请了两个月的假回家上坟祭祖 在西湖岸边正然游玩 碰见一个老者跳呼自杀 南峡着急为难 想救他救不了 为什么 书中代言南峡展熊飞不会水 这么大的南峡不会游泳 下几个烟子 怎么办 正然着急 看上水头来的一只小钟 不是外人 丁氏双峡的二峡 二爷丁赵慧 下去 他会水啊 水姓才好 下到湖里把老头救上来 一问这个老头姓周 叫周增 开了一个周家茶楼让人骗了 骗了之后呢 打算呢 找后帐 由这个南峡展熊飞和丁赵慧 去骗他 去骗他的这个人家 姓正教正新 到他们家偷来银子 给了这个老头 让老头再开一个茶楼 把老头打不走了 救了这么一个老头 救老头不是目的 所以 关键让这个展昭啊 跟这个丁赵慧 两个人相识 互相一攀谈 一报民性 都有耳闻 一位是 官蜂玉猫的 郑四权 带刀又护卫 展昭展熊飞 大名鼎鼎 另外一位 人称双侠的丁赵兰丁赵慧 昆仲之中的二侠 二爷丁赵慧 家住在墨花村 携上好了 丁赵慧带着展南侠 携手揽腕 两个人走入了墨花村 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墨花村的景致当然非常好喽 此时不屑之花 巴结长春之草 墨花村逛的是景致 看的是玩意儿 墨花村有六十多个小白塔 营面有七十多座亭子 汉白玉的石座 窝里砖的亭子 亭子里面 银子包金的 两边那个毫禄铜春满 都是真金的 黑翠的鸡翅猫眼的眼睛 闭起的一门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河里的金鱼鱼鱼 赛不较链的蛤蜊骨 就跟落叉那么大事了 这套我熟 家称人质 是 条件非常好 两行都是林荫大盗 每棵树下个占着一保安 说现在的话就是保安 没有多的功 但是占着这些人 一边占一排 这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咱家门口绝对占不了保安 我楼栋门口一边占一保安 没那个事 你说小区有保安 那也不管事 不负责任 天天催物业费 讨厌啊 你说这干嘛 我都遇上过 什么也不管 就要钱的时候找你 两旁都是各色人的 都有点功夫 不算太深 进了院中 到了厅堂 哥俩要攀谈攀谈 这旧院丁兆会啊 有些个不开眼 讨厌 他要求展南侠要练一趟茧 练一趟舞 这属于骂街 跟我们说下的一样 朋友之间聊天说话怎么都对 最忌讳的就是九十眼前 你给我们来一段 说下的大忌 当然一帮说下的在一块无所谓 互相的叫切磋记忆 说下的跟同事跟同学跟外行在一块 你说下的 我们来一段 这是大忌讳 一般懂的朋友也不会有这个要求 武术界同样如是 他要求展南侠练一趟 本身这就露着欠 展南侠 那下的心中的怒火 不高兴 我上你们家串门来的 我是玩来的 我是你请来的客人 你怎么能要求我这个那的 好吧 既然人称南侠嘛 我练两下也有点说过去 练了一趟劲 练完之后 展南侠心的话 要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 那他也练也没有 那就没有意思 练完之后把这宝剑往这一放 二位 当然互通明星 我一直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剑 这口剑也一直跟着我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口剑叫什么名字 这是家父所留 老爷子给的 老爷子没了 你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叫什么 二位也都是侠客 看看这口剑 是您给我起个名字呀 还是原来他就有名的 这我可不读 您给我看一看 这马上这就是还手还击呀 你让我练好 我让你认识 丁氏双侠 抓剑拔铁 剑都 拽出那么一点来 三分之一左右 拿手颠颠分量 拿手量量长短 拿手谈谈这刚的韧度 啊 展南侠 我可不见得说的对 啊不要客气 你说说这口剑叫什么名字 展南侠 此乃巨鹊剑 是啊 你看我第一次听说 你说叫巨鹊太好了 以后他终于有名了 我就管他叫巨鹊剑 这玩意有点假 自己的东西能不知道叫什么 这是我的 我不知道他叫醒目 我管他叫手表 那行吗呢 他就是诚心 当然了 这三个人也都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后还没完 这刚一比一啊 三取两胜啊 丁兆惠 从后边请出一件宝剑 啊 展南侠 我们家也碰巧了 也有一口宝剑 看看我这个宝剑叫什么名字 展兆新的话你回味道快 好吧 抓剑拔铁剑都 宝剑出窍 展南侠顶京关窍 这口宝剑也有个名字 此乃战炉剑 好吧 你说叫战炉那就叫战炉 你跟我学的 而且我还告诉你 你这个战炉剑跟我一口俱雀剑 嘿嘿 这两口剑是一对 此乃瓷雄导剑 你说这话丁兆惠可不干 你说怎么战 一对 好 你说这口剑不是我的 是我妹妹丁月花的 你说你跟我妹妹是一对 这怎么解释 战炉多的说这话 人说这两口剑是一对 雌雄剑 这都在剑谱当中 雌雄剑有点快吧 看我还唱了几句 就没有事 干将墨爷 雌雄剑 长虹子殿 雌雄剑 还有就是这个 战炉俱雀 雌雄剑 这是六口 还有一口宝剑叫鱼长剑 又叫鱼藏剑 鱼藏剑就是它短 能藏在鱼的肠子里 在鱼的肠子里藏着 鱼藏鱼藏都可以 七口宝剑 两口宝刀 这都在土大 咱们这部书里头 有一口宝刀 就是未来不久要出世的 北辖欧阳爷 那口七宝刀 还有一口宝刀 这个书里都没有 五凤朝阳刀 大家可能有听过这部书的 五凤朝阳刀 七口宝剑 两口宝刀 这个在明兵器谱 可不是那相声兵器谱啊 那兵器谱是杨老师编的 好 战炉继续 这俩是一对 这是我妹妹丁月华的 你凭什么说跟我妹妹是一对 展南下说我没那意思 我说那箭是一对 好 还说啊 你等着我 到了后边 咱们 说咱这来的姓展昭展昭的 啊 眼中四海 悟空无人 他说你跟他是一对 还说你呀 女孩子家家 应当守着刀剪真壁 或者守着郭台来回转悠 绝对不能洗完练舞 练了舞 练了舞 你也好不了 最多当个保安 女孩子 好脸好面 大哥你说什么 这话是他说的 他说的 还我说的 我是你亲哥哥 我能说这话 对不对 真是他说的 你不信你跟我看看去 好走 将门出虎女啊 总兵的女儿 那也了不起啊 打小受着环境 家庭的熏陶 就有一股刚然的正气 说不乃这这话 这犯了的 不行 我给你看看去 换好了服装 跟着哥处理 啊 远兄 你看看说的不乐意了 可回我送的信啊 人家耳朵长听见了 人家是顺丰薄耳 找你玩命来了 你可留点神啊 您说人家一对对不对 嗯 展南侠这话也抹不开 他不知道那边怎么说的 赶紧站起来 也有点害臊 说 别罚妹妹 我呀 不是那份意思 我说的是这个老剑的 是一对的 一说这个话 丁月华证明 起码有这么回事 没这么大的事 展昭也不能承认错 好啊 你是展南侠 嘿嘿 南侠呀 今天我让你难看 不服不是吗 啊好 你说我就离不开刀剑真地 真让你看看 姑奶奶我的剑法究竟如何 这就要跟展熊飞玩命 书中代言老太太还这坐着 总兵夫人也是想当当的人物 了不起 展南侠的意思 真是让人串门来的 动了手 不合适 论能耐肯定比他妹妹要强得多呀 好还不如他妹妹 不能进行官工作 哪有那事儿 没点真材实学 你想当干的 您当不了 我说过去啊 咱说宋朝的事儿 没点能耐能在国家私训当荒唐 不可能 论武艺丁月华绝对不是展南侠的对手 可是你说怎么办 真打 把他打死 说过去 我输了 我这南侠面子往哪儿喝 他就想让老太太从中打个圆盘 给解说解说 老太太 您看看我初次到您这儿来 跟这姑娘可能有点不高兴了 我要真跟她动起手来 恐怕不太合适 您看 他那意思老太太就拦了 老太太说啊 不要去 你这我嘛 比一比也有好处 比比更健康嘛 比比比比 我家也看着了 这个展昭心的话 老太太什么人型啊 还好瞧个降火的 好好好 那比吧 我还怕你不成 既来之则按之来的 我就不怕你 怕你我连来都不来 你这儿还有个土性呢 各位 丁月华说话之间 拿着他这口 展炉保剑 抓剑把铁剑都保剑出窍 往院里这么一蹦 斩 斩南侠 拿着他这一口 斩炉剑 也 也往这个院里这么一蹦 马上这就要比剑联姻 动起手来 各位 姑娘确实不行 还没打了十个回合二十个照面 这个是 其实俩照面就把他赢了 但是不能体现出来 展昭啊 得勉强着应付着 拿着这口 巨鹊剑 刚才说错了 咱这脑子里都有数 拿着这口巨鹊剑 这剑都倒了姑娘嗓子眼了 没好意思往里扎 为什么扎出来再拔出来 吃什么都不香了 往上拐斑 扎走一条 只见这个姑娘啊 耳朵上掉起一个东西 可不是耳朵啊 姑娘戴着耳坠子 过去这姑娘女孩都戴耳坠子 有的戴耳钳子 不是装饰 这是束缚妇女 走在马路上一定要稳的 站如松卧如宫 坐如钟走如风 不能有这个 以门卖窍的行为 走起路来晃当当 这都不行 一边挂一个这个 挺长挺沉的 走起来一换了脑袋 耳坠子打脸 这边打羞 这边打臊 一打 就是没羞没羞 没臊 没臊 打脸 现在有的小孩 为什么啊 你偷人糖吃 你没修 没臊 为什么还说这个地方 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后来人们就把这个 当成一个首饰 装饰品 过去这个是为束缚妇女的 这件展熊飞子 他这件尖这么一条 这个耳坠子 耳坠子那环能有多细啊 对不对 就这么一点 这个宝剑如此精准 就把他活动 他不是站住了让你挑 那我也能挑断了 他活动站的挑断了 要厉害 二爷丁赵慧 瞎口看着 吊了一东西来 赶紧过去捡起来 你看 那人的耳坠子 教会儿心里多别扭 自己的妹妹 随分不是亲妹妹 他叔叔的妹妹 他闺女 哎 他钻在手心里 没烟一 他打不能原地 站着不动 打来回动 这一动 把这个捡起来 不到十个回合 二十个照面 展昭一琢磨 这要老打一切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光防守不能反击 保平正胜 没戏了 保书争平的 我只能 他不能反击啊 其实他已经赢了 这耳坠子都调掉了 你说要他命不易如反斩吗 得了 给他一招盛事 我来一招办事 甲军的脚底下脚步一滑 拿脑袋找姑娘的保健 您琢磨琢磨 当然了他有分寸 不能直接拿脑 啪就过去了 那死了呢 拿脑袋找姑娘保健的剑尖 让姑娘的保健剑尖 蹭蹭一下子 把自己这个帽子 挑的地上 过去古人都长发 帽子一掉了 头发男 赶紧左手 保健交的左手 往下一滴了 贤妹 余胸 败了 输了 姑娘高兴 哈哈 就这还难想呢 不到十个回合二十个照面 我就把你帽子挑下来了 你琢磨琢磨 我要是要你的头颅 那还不是一如反掌吗 好吧好吧 真了不起啊 女众的豪杰 太好了 姑娘高兴 回到后边 为什么她得洗洗洞洞啊 怎么着打着她也得出汗呢 跪着跪着 吃着吃着 这边呢 都明白了 老太太本身也是廉价的 全部打惠家 树仇遮不住鹰眼 那个树再密 那鹰的眼睛 独她能看得出来啊 老太太 总兵夫人 不是面瓜 不是外行 这哥俩丁氏昆仲 都是狭口 那俩的 这手里还攥着半截耳坠子呢 啊 丁大帝 丁二弟 于兄 拜聊 不说这还好点 一说这个丁氏 双侠脸上发烧 脸红的跟大红布一样 哎呀 战群 还打住 您可别这么客气 我们都看见了 都捡起来了 你看 这不是 我们妹妹的这耳坠子 耳坠子吧 您消掉了 那想往脖子上来一下 太鼓励了 您也不必谦虚 哎 既然二位都看见出来了 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跟他打了不合适 不打了也不行 得了 假装让他赢了 我好说的过去 好吧 老太太这边乐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 这个老太太看着展昭 展雄飞是意表的人才 另外来说 他身上的武学 也相当的不错 非常好 老太太很满意 上回咱们就说了 这一报老太太到 老太太进来之后 就跟着二爷 丁兆会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二爷丁兆会一看 嗯 问他行不行啊 嗯 就是他了 当中有暗号 你说展贤职请起 这就代表同意 展护卫请起 代表不同意 这回说的是贤职 清晴 啊 这个小节目就叫 笔剑联音 通过笔这个剑法 结了他们一段 美好的姻缘 当然后面还有相关的内容 啊 这边老太太很高兴 看着展胸飞 果然名不虚传 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光不大人 今年二十有三 念之三岁 念者为二十 之三为三岁 二十三岁念之三 好 文武全才 有学问 家里有几个小孩了 问他有学问 他无问题结婚没结婚 间接的问 啊 先默认你结婚了 这样好回答 家里有几个小孩了 尚未婚配 没结婚 那就行了 没排费劲 啊 一问家里有几个小孩了 有四个儿子 那就完了 瞎当工夫的 啊 尚未婚配 好 怎么是吧 大家想 都是外场人 我也不瞒你说 今天呢 特意为了你 让你跟这个姑娘 其实是我的侄女 丁月花 见一面 见完面之后 如果你有心有意的话 打算把你啊 跟我这个侄女丁月花 能够结成美好的姻缘 跟着你意下如何 小女 小女今年一十九岁 小女四岁 人你也见了 五亿你也见了 五亿虽然说跟你比不了 跟男侠比不了 但是 在女孩子当中 那就是不简单 啊 很了不起了 你看 能否同意 能不能答应 那谁 展昭一琢磨 这玩意儿 放着河水 不洗船 有点浪费资源 那不实行低碳环保吗 得了 好吧 那么我就勉为欺瞒 其实他也太迷了 丁月华确实长得也漂亮 长得也好看 那好吧 这个事情就此谈妥 那就算行了 改口 丁兆兰 丁兆会 应该啊 是这个比展昭啊 岁数小 刚才叫丁大帝丁二帝 现在跟他妹妹 比如说许配好了 那就是他的妹夫 妹夫官 丁大帝丁二帝 就得叫大哥二哥 那是没有办法的 过去那个年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严格来说 那个男女双方啊 结婚入洞房之前 都见不着面 你连是拜天地的时候 也见不着 女方盖地盖头 男方拿冲杆子一挑 入洞房才能看见什么模样 那媒妇肯定把这姑娘说的 天荒乱坠的 漂亮 好比蔡依林还漂亮 看 街边一看啊 蔡依林好李贺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说 这些个东西 都是封建的残余 这回好了 摩尔也见着了 李雪也见着了 好吧 展兄妃点头英语 那边姑娘还不知道这事呢 啊 丁二霞赶紧过去 妹妹 那个 展昭展兄妃 跟你打完咯 你有什么感想啊 有什么感想 哎呀 我告诉你哥哥 以后别什么人都往家领了 你领点差不多的人物 就这样的水平 还不如在门口的宝斑子 两下 我都把他帽子挑下来了 你看真够逗的 这好家伙 我一只手 赤手公拳 我能把他赢了 哪一失啊 你这下回别往家领 姑娘正然骄傲 说妹子 不必这样倡暴 你输了 人就赢了 哥哥你喝醉了 是怎么着 我把他帽子挑掉地下 你不是没看见 啊 你看见了为什么有如此言论 你张手呢 摸摸耳朵 耳朵有废话 耳朵没有 你不脚子疼了吗 耳朵上的耳坠子 怎么跑我这来的 哟哥哥你多得拿走的 我拿走的 那是人家斩招斩雄飞 拿保鲜尖给你耳坠子挑断了 你还不知道呢 还你赢了人家输了 人家早就赢了 你们哥们都看出来了 哪儿呀 舔不知识 还跟人比呢 不是你让我跟他比的吗 这哥哥你怎么当的 你说他说我跟他是一对 你非得激我火 让我动起手来 那会最好 你这不是你的观点啊 你再认什么话 甭说了 妹妹 赶紧洗洗脸换身衣裳吧 哥哥我给你倒洗了 各位 过去封建年月 说到这儿 已经是算点名了 姑娘也明白了 脸一红一低头 回后边去 那时候女人 那时候女人 甭管说是席文 的是练武的 都内想 一起这个婚姻二字 脸上也是发烧 尤其刚才又见过这个 赵展熊飞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好家伙 当然了都随便了 是不是 过去的女人都比较矜持和含蓄 妹妹我给你倒洗了 脸一红 回后边 这就算完了 她再喝了 也不能喝 我给你倒洗了 太好了 没有那样的行为 姑娘一点头 也就算回去了 这个小节目叫 逼见联姻 这个要留一点信物啊 当时因为展熊飞 还要有公务在身 两个月的假 现在也差不了多少了 马上要走 要交换信物 现在的信物啊 都是戒指 戴在对方的无名指上 过去没有 怎么办 行瞎仗义之人 随身也不带着这些个 值得纪念的东西去 就把这口宝剑 这口巨鹊剑 留给了丁氏双下 当作信物 他这么一琢磨 他给我一宝剑 我给他点什么 战炉剑 给你 就给了这个 战熊飞 正好战炉剑 是熊剑 巨鹊剑 是磁剑 原来是反正 现在换过来 男人 战熊飞 用的是这口熊剑 战炉剑 姑娘丁月华 用的是磁剑 巨鹊剑 到后来才有 战炉巨鹊 笔剑 到后来 磁熊剑 要一块出事 后话 再且不提 这本 虽然说是没拜堂 但是已经订了亲了 那感情可就不一样 一块谈天说地 聊什么呢 练武之人呢 就聊他们 内行所懂的一些东西 不外乎一些个江湖银语 我们叫刘月邦来中啊 真兴张爱居啊 然后哪叫上横呢 哪叫嚷了他 哪叫面上 哪叫我治下来的 没事就聊点这 聊点武学 聊聊各山各派的人民英雄 了不起的人物 都得聊点这 跟说相像一样 俩说相像做一块盘道 马三立怎么回事 侯布林怎么回事 郭荣奇怎么回事 都得聊这些 聊来聊去 聊去聊来 聊到一个人 战兄非说我听说 咱们武术界有这么一位高人 也是一位侠口 此人不是别人 父姓欧阳 丹子明春 人称北侠爷 北侠欧阳春 这个人可了不起 如果说要是有机会 能够和北侠欧阳春 见上一面的话 那乃是五倍 终生之中性 只是有过耳门 没见过这人 都知道 说下的马三立说的好 童年龄的演员 也有很多 没见过马先生 只是有过文明而已 人有见面之情 啊 欧阳春 那是个人物 我们也是侠客 人家也是侠客 我们跟人家那就差着六帧多远 那分六扔多远是多少 你拿一个砖头 有多远算多远 往过扔 扔完了你跑步到那砖头那儿 捡起来再扔 扔六回 就这么远 得叫六扔就远 乃是天壤之别 是啊 北侠欧阳春 有一个外号 闭目求然 紫然薄 闭目 不是老闭的眼睛 闭目当闭律家 闭律的闭 闭目求然 他的那个胡子呀 是带卷的 有这么一出经句 叫红须客 原来叫求然客 就是这个胡子 过去得拿这个我家的家 就做这个卷 你看着都在这儿踪着 拿手一滴了 这么老长 一撒 又回来了 跟弹簧一样 求然紫然多 胡的是紫颜色的 脸色也是紫色的 有能耐 这是本套书七侠五义当中 最有本事的这么一位 北侠欧阳爷 了不起 一是同身 宝刀夜言 一辈子没结婚 最后出家了 这辈子也怪委屈的 一是同身 你要不是同身 也没有这么大的道 没有权战的 我又享受人间的幸福 我又这么大道 不可能 必然要有舍才有德 一是同身 宝刀夜言 宝刀 起宝刀 夜言 他这个眼睛 半夜的时候 都能看出楼 看出几里地去 而且在水中能够征目示物 那有时候我也行 有时候不带泳镜 在水里外能睁开眼 您是能睁开眼 人家能在水中示物 这部书当中能耐最大的 得属四爷 翻江属蒋平 能够征目示物 但是他看一眼 马上得闭上还 杀眼受不了 再睁开再看 能看出三丈多远 江平 当然夸张的手法 没有这样的人 过去的小说 都有一点夸张 北下欧阳爷 他这个眼睛 能够在水中长睁不闭 为什么 两层眼皮 一层咱们这个眼皮 里边还有一层透明的眼皮 隔水防水 跟现在戴这个美虫吧 或者近视眼镜的原理差不多 他那时连黑眼珠白眼珠都有 长的不是戴的 天生长的 水中争目示物 能看出十丈远 十丈外边 水里有一个猛虫子 他都能看得见 仔细在一瞪眼 三公俩母 眼神就更不好 那也说是真事吗 这您别较真 欧阳春咱也没见过 书上就这么写的 这部书当中最有本事的一位侠狗 过去叫三侠五义 现在都已经见了面了 南侠斩雄飞 北侠欧阳春 双侠丁兆兰兵兆回 两人算一侠 如果说这位北侠欧阳爷 咱要是有幸能够见他老人家一面 那就是这一辈子都没白来 不服高人有罪啊 见高人不可交臂失职 有能耐人你跟他多聊聊 确实有好处 也说是啊 那都是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正在这屋里的谈天说地 胡听得外边有人抱 抱 二位元尾爷可了不得了 丁氏双侠一愣吓一跳 蹦蹦站起来 怎么回事 二位元尾爷外边打起来了 动手吧啊 打起来了 别着急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咱们对面这个陷空岛 不是有这个君子协定吗 上回书跟大家也说过 墨花村对面有一个岛叫陷空岛 上面住的五位英雄 打卢方二位韩章三月徐庆四月 蒋平五爷白玉堂 他们有一个君子协定 在中间呢 拉这么几十条渔船 作为分界线 打鱼的时候不许过线打鱼 你打你那边我打我这边 互不干扰 他们破坏了这个君子协定 我们是正常操作 在我们这打鱼 他们派鱼船派人 到咱们这打鱼来了 而且还出言不逊 我们刚要回他两句 探个道好 举刀商人 因为我们有这个君子协定 您也曾经对我们有过劝解 都是自己人不必大动干活 我们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啊 对方乃是心狠一毒 咱们那位自己的弟兄 被他们伤去四指 就留一大部分 打白好了 扣四亮一 行什么他们要有如此的举动 一说这话是生气 本来都伤了好了 又是你们部队再先上我这打鱼来 把我们人伤了扣四亮一了 就剩一个手指头了 那哪受得了 跟他交朋友倒好 你有自信 老是好 你太好了 你老有自信 老冲你这样 那不行啊 大哥 你先跟展熊飞聊着 我看看去 咱一块去 仨人一块出来 对方那位还喊 只见此人大高个大光头 穿着当然是愚民的打板 书中暗表此人不是旁人 分水兽邓彪 隔来这些人后面有用啊 用逐不大 但是有用 分水兽邓彪 他是刚刚投奔到了县空岛 可以说他不懂得这里边的君子协定 不知道这些个规矩 上了人 脱口大骂的 丁二爷一看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从斗囊之中掏出一个蛋丸来 这是他自己研制的 里边用铁蟹 和这个黄蜡制作的蛋丸 多大 盒头大小 他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跟绷工的差不多 百发百中 暗中照着那分水兽邓彪 唐彪就过去了 邓彪猝不及防 明枪容易躲 案件最难防 掉在水里头 底下几个 底下人吧 抖落那些保安 就把他困上 困上带过来 得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你把我们的人伤成这样 我不管 这是绑着的 我不管 这个鱼 凭什么你们那边都是好鱼 黄花鱼 什么这个 带鱼 这说你别胡扯了 学过水产了 带鱼有在这个湖里头的吗 那是海水 我不管 带鱼 我没有带鱼 好鱼都在你们这儿呢 我们那都是不怎么样的破鱼 就得上你们这儿来 这叫蛮不降临 那水下巴是通的 上面有个船篮子 下巴是通的 好鱼都这儿子 次鱼都那儿子 搞点事 强词夺礼 不管 就这么慢 我就打了 你把我怎么样 还得分水兽登标 打听打听去 我哪打 正在僵持不下 就看县公岛上水头来了一只大船 船头之上站定一人 此人不是旁人 卢子庄的大爷姓卢明方 又叫卢则公 老远的就抱万兵首二位贤弟 得罪了 丁氏双侠很尊重这位卢方 卢的爷 卢的爷爷那年有个五十开外 花白的胡子 百分之三十已经白了 花白的胡子 往脸上看 一脸的正气 割五个当中 老大卢方最为忠厚 老二姓韩明 叫韩章 缺心眼 彻底属韩章 他能做地雷 能挖地盗 但是 缺心眼 或者说死心眼 大哥说了 老二到南走啊 不许拐弯 哎 往哪走 顶着南墙 没路了 顶着墙 能顶半个月 不让拐弯 死心眼 老三姓循 叫徐庆 是个山西人 大家可能有听过三岁的李根 老四 说这个小武艺 啊 这徐庆就是徐良他爸爸 啊 啊 做到这里是多有意思 哈哈哈哈 山西人 徐良他爸爸 徐庆 哎 我说的是徐庆 他说是徐良 啊 是个打铁的 啊 这个为人呢 也算 比较老实吧 但是既恶如愁 老四呢 这脾气 比较古怪 老五 锦毛鼠 白玉堂 眼空四海 目中不人 指着有几乎是有人性格高傲 很了不起 什么人都不让他放在眼里 割五个 唯有大爷卢方 最为忠厚最为老实 远远之间 在船头上抱万拱手 二位贤弟得罪了 卢德哥 您为何亲自打架 来处理这桩事情 除以我管教不严 最近我的陷空岛 可以说是家门不幸 一说这句话 丁氏双霞 还有展南霞 下了一道 怎么了 陆德 展昭不认识 卢方 跟着听 怎么了陆德 别提了 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说 对底下人疏于管教 分水兽邓彪也是 刚刚投靠到县公岛 不懂规矩 如果说伤了你们的人 我们全权负责 给他看病 要是有死亡的人 我们一命抵一命 没有 没有这么严重 好 有伤的 我们负责 医药费 我们全报 物工费 我们都给 所有的营养品 我们都出 因为我们不对 打的这些鱼 甭管怎么着 都是你们的 这说爷爷爷 奴的爷还有咱这儿打的 那分得清楚吗 全给人家 这就是奴的爷 办事的意气之处 两好和一好 侍从两来莫怪一人 什么事打架 都是俩人的责任 各位 有一人一支 符板打不起来 俩人谁都不符 才能打起来 对方这么一迁就 就算完了 马路上踩脚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不小心踩人脚了 哎呦我实在是有机会 没注意 手绢掏上去 我给您擦擦 谁也不用您擦 还下游注意吧 完了 谁都不服 打起来 踩人脚了 反正脚呗 又踩人又不疼 玩意儿你剁两下 踩两下 这位也不饶子 哇 去好了往人上走了啊 这还假装客气 我给您擦擦 擦擦 擦擦擦 打你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就不擦了 是不是 人都有见面之情 见了面了 把话说开了 就算完了 卢子爷 这事儿不算什么大事 我就剁去四手 人都还一个 对不对 我想起来 那时候还四手 你要剁接着剁 没关系 啊 他不用你管 我负责 他以后 结婚生子 还得考着大学 都我负责 您盟管帮操这些 我就想问问您家里 县公岛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您如此的交集 别提了 二位贤弟 跟你们打敬一个人 谁呀 此人不是旁人 在江湖中人称南侠的展昭 展雄飞 哎 你们知道这个人不知道 丁是双霞一愣 展南侠 展雄飞 在这站边上 卢方不认识 展昭一听 七位们打了一个韩战 他找我做甚 我跟他不认识 那二爷说 有所耳闻 不能共同才 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他说这是哪些 就展昭了 那哪行 先摸个底 只因为包老相爷 包公包冲相 陈州放梁 回到了东京汴梁城 路上带回一个人类 此人不是旁人 此人乃是政公国母 国母还朝 包公封为育儿肝殿下 兼礼开封府 官朝一品位列三台 了解的人物 并且还带回一个人类 此人就是展昭 展雄飞 在金殿献议 我们江湖人 都有所耳闻 金殿献议呀 对于一个侠客来说 不算什么 皇上他没见过 练了两下 皇上大喜 丰台的女猫 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双侠说 不错我听说过这事儿啊 一同展昭 小孙 你是不是也听说过 战严法 不错不错 我也听说过 这展昭就变姓孙了 这会儿哪都没姓孙啊 战严法 人家不怀疑 出事儿了 风雨猫出什么事儿 出什么事儿 得罪人了 老五的脾气你不知道吗 眼空四海目 中国人指着有几 不知有人 他是玉猫 我们哥几个是老鼠 猫和老鼠 他满的杰瑞 这还了得 那他能怎么办 我每天都得眼珠不能错 盯着老五 一眼没看到啊 老五跑了 甭问哪 准时到东京汴梁城 开封府去找这个展昭 展兄妃报仇去了 走多长时间 半个月了 所以我一直为这个事儿发愁 他要真到了那之后 伤了人家开封府的人 我这脸面上不好看 人家把老五伤了 兄弟之情 我心里也非常难过 所以我一直到头 这些日子 对下人看管不严 属于管教 才发生了今天这桩事情 都听明白了 丁氏双霞听明白 展昭也听明白 劝吧 得了得了卢的告 没什么事儿 也许他就玩去了 就算到那儿 两人一沟通把事儿说开了 就算完了 什么事儿没有 您甭担心 这个事儿 今儿出的事儿 更不算什么事儿 踏实实回家 回您的县公岛 处理您家的公事 这边 没有您的责任 好吧好吧 二位贤弟 得罪了 回来 吴方回到了县公岛 丁氏双霞回到了墨花村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大家都没往心里去 展昭可往心里去 他分析啊 我出来了 开封府还有什么 包奖也 剩下就是王朝马汉 张龙赵虎 董平 薛霸李贵楼青 八大勇士 咱们头一天就说过 勇士连房都上不去 他要上房得翻梯子 这真是白老五 白玉堂到他那去了 要真把 他虽然说那八大勇士没多的能耐 他是观面儿啊 虽然说他没能耐 他那个弦厉害啊 你真把他打了 或者说把包的人打了 再往坏处想一步 他真进了皇宫 这事可怎么办 对吧 不得不想到如此啊 赶紧 辞别的丁氏双霞 俩月假期并没到期 还管假期啊 提前消假吧 鸡餐可因小型夜宿 八个字的平旅 有打这个墨花村 一直出本开封府呀 到了开封府 还没到开封府呢 刚进开封地界 远远的一直就看着熟人 三不一港五不一哨 全是自己的熟人 干嘛 奉包的人之命 迎接斩交斩雄飞 等着他 万一提前回来呢 赶紧把这个急事 要报给了 展南下 都乱套了 哎呦 你看回来了 太高兴 没回来的时候都着急啊 还不回来 人家请假的 没到日子 那也不行 咱这等着用人呢 那怎么办 你不回来这哪闹的 你给打个电话 打了听机了 打不通啊 你这玩意怎么办 正这研究人 顶经观瞧 回来了 一回来 他们可高兴 赶紧迎上前去 哎呦 展老爷 您可算回来了 包厢爷都快急死了 您是什么下雨了 不是 摆拍了 不是因为下雨 着急 我们也说不清楚 您赶紧到书房去见见包的人去吧 三步并坐两步跑 两步并坐一步行 直接的铺们开封 扶扶扶呀 进去之后 见着包的人 包的人一见 展南侠欣喜落榜 包的人大喜呀 哎呦 您可回来了 简断结说 书干之上 拿出一把匕首张刀 看 这干嘛 给我 我给你那个 今天早晨 在我的枕头上面发现的 在我睡觉枕头太阳穴旁边 戳了一把匕首钢刀 他要想杀死我 那不太容易了吗 我愣都不知道 这钢刀下面戳了一纸条 上面写着四个字 严查散冤 另外过来 您再看 拿手一指谁 包星 包的那个贴身的 跟班 看 给包星画了一个黑脸 跟包公一个模样 黑脸 脑袋上有一白月眼 包星守着我 他都能不睡觉 他守着我 愣给他画一个黑脸 他愣不知道 给我枕头上戳了一把匕首钢刀 还有四个字 严查散冤 这四个字 我不解其中之一 但是 来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展昭明 挨他 找他来 别人干不出这事 不能说 现在不能说 要了解了解 调查调查 所以 正人着急呢 就听见开封府外面 有人抓鼓声唐 那时候不叫鸡鼓吗 鸡鼓是往下敲 大唐鼓在上 正敲叫抓鼓声唐 提手一个过来过来过去的过字 这字念抓 抓鼓声唐 王朝马汉 张龙照虎 董平 薛霸李 贵楼清 赫汉堂飞 威武二字 定睛观桥包的人 穿蟒袍 戴相标 卖虎不声大唐 胡庭德外面 有一孩童的闲叫 这孩童也就在十二三岁 高声喊道 冤枉啊 冤枉 冤破大天了 严查散冤 不经此言 还不得罢了 文经此言 多大的包相也 激零零打了一个寒战 纸条上严查散冤 这孩子送信 严查散冤 甭问严查散是个人名 严查散到底是干嘛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冤到何处 各位 严查散没事 不要紧 那个东京城可就翻了天了 这就叫头脑开封 寄简流刀 在包的人的枕头上戳了一把匕首钢刀 这还聊的 这要是进了皇宫 那还不太容易了 怕什么来什么 进了皇宫啊 嘿嘿 这位白女堂白武爷 在皇上的家庙那都提了诗了 这还了的 头脑开封 寄简流刀 二脑开封 石井赵虎 三脑开封 道走 三宝冬天窟 憋子猫 要活捉斩雄飞 这是最露脸的时候 脑开封 说是五鼠闹东京 就是老五闹东京 把开封整个翻了个个儿 翻了天了 这个五鼠闹东京 这个节目可就热闹 那是说到底热闹到什么程度 时间不早了各位 咱们是明天 走